这时候将过成本最低的手工制作 只需要非旧的纸板和丙细颜料 就可以制作出这样精致的小木屋 首先要按照视频中纸板的尺寸和数量 裁切出相应的形状 然后用热熔胶将它们组装在一起 接下来在房顶做出两个这样的天窗 用纸筒做出一个烟囱 这里同样按照视频中纸板的尺寸和数量 裁切出相应的形状 然后用热熔胶将它们组装在一起 同样在房顶上做出一个天窗 再用纸筒做出一个烟囱 接下来用纸板做一个底座 将两个小屋都固定在上面 这里同样用纸板做一个小楼梯 这样整个小屋的外形基本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用刻刀刻画出小屋的门窗 然后用纸板做出小屋表面木板的效果 在楼梯上做一个纸板的扶手 接下来同样用纸板做出房顶的瓦片 然后再用纸板做出窗户和门的边框 再用纸板做出这种能够开关的门 接下来用刻刀在表面刻画出木板的纹路 这里也包括房顶的瓦片 这样整个小屋的外形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上色 首先先将瓦片上涂上一层棕色的底色 然后再表面轻轻地扫上一层浅一点的棕色 再将表面扫上一层金黄色 接下来同样在小屋的墙体上涂上一层棕色的底色 然后再表面轻轻地扫上一层蓝色 再将一些细节的部分处理一下 然后将表面加装上绿植 这样一个表面陈旧且富有生机的小木屋就完成了 那么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了这些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